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为福布台北医院护立之家日前发生火警,造成9死16伤,这也使得火灾安全议题再度浮上台面。 台南市议员今日与消防局业务报告时,质疑台南市住宅用警报器设置率远低于全国平均,要求消防局应该加强宣导,并且可抵造桃源扩大补助,及此提升设置率,保障人民生命安全。 唐碧额指出,火灾时一层楼只要3到5分钟就可能全面燃烧,若有住警器便可降低40%死亡率,而台南市设置住警器比率为24.81%,全国设置住警器比率则是平均67.25%,台南连全国平均的一半都不到。 唐碧额进一步表示,消防局可抵造桃源市的做法,扩大现行的补助到老旧公寓,后天错,推广住警器的观念。 消防局长李明峰则回应,会在与环保局讨论相关宣传问题,并研议与中央消防署争取经费,扩大住警器补助的可行性。 另外,唐碧额也强调,消防局每年接编列预算,替弱使民众免费安装,但常有许多民众误认消防员是诈骗集团而拒绝安装。 为了让民众知晓这项好政策,消防局可利用垃圾车宣导,提高可信度降低安装障碍。 感谢观看